是不是 泰国女众如果供养出家人 你不要直接放到出家人身上 就放在她面前就可以了 如果是男众供的话 她会接 但是她不会拿手直接接 她拿一个东西接 这也代表她手不碰 最多你比如女众来供养 她比如说拿一个布放在台子上 放在桌子上 然后她手摸着布的这一边 你就把钱放在她那个布上 就代表她接受你供养了 不可以直接交给她 或者放在她身上 所以这个 你看看 这个钱 这个钱 钱是 本身它是一个脏东西 它凝聚了我们的贪 那我那些弟子 比如说 我就发现 拥有财富越多的 一 证明他蛮有福报 他钱是有修过 但是这一世 如果他没有学佛 有时候就表现出 这个人拥有钱越多 就看上去 这个人业力好重 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 有钱 并不值得羡慕 不值得羡慕 但是你更不要忌妒 这代表别人 钱是有修 才会有这个福报 但是他有这个福报 不值得你羡慕 你要想 你要想 也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 你要好好修 惭愧我过去 没有好好修 这一辈子再好好修 修布施 修供养 但是从修行的角度上说 你要庆幸自己没有钱 我压力不大 我这个 我业 我业障不重 我是一个 我还是蛮干净的 幸亏钱不多 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都说 平生 平生 你有没有听说 哪个说 副生 副生 有没有 尽管那些 那些 我们的几大山头的 都是 你看他那个寺庙 那么大资产 都是 都不是一亿两亿 不是十亿 都是超百亿千亿的 我跟你说 哪一个大山头资产 都是超千亿的 但是他住持 他方丈出来 都没跟你说 一拍胸脯说 我是父生 我身价千亿 有没有 没有的 对不对 都是平生 老朽 对不对 不值钱的 老归老还朽 你说朽木 那神木嘛 快木还值两个钱 对不对 又老又朽 我们有时候 我们想到 我老朽 现在我们 我们出家人 也开玩笑 你那是朽 但你那个是 陈香 陈香也是烂不动 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 有时候开玩笑 我们就说 哎呀 他说 我是朽木 你是朽木 是陈香木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有时候 不要羡慕别人有啊 有时候要欢喜 欢喜自己无啊 请问有自由还是无自由 哪个自由 没有的人最自由啊 哎 你如果无 如果空 色也空 来 瘦也空 色瘦 想行事都空 你不得了了 我们都给你磕头 你已经出三界了 是不是 就怕你不空 是不是 你说那我怎么办 虽然有 但是变成妙有 把它变成真空 不执着这个有 手里虽然有 心中无 这是不是修行境界 就怕你 手里没有 心中有 那才倒霉呢 那是 命嘛很苦 那心里还羡慕别人有的 这个是真个苦命啊 这是 对不对 手上嘛没有的 什么也没有 别人生家 我是生家 我生家 我什么也没有 你没有 好好的 你就没有 就当没有想啊 很好的 你千万不要 手里没有 心里有 那就苦了 那就 别人有的人 还要看破 放下 你没有的人 正好放下 也不用放下 本来就没有 是不是 手里有 心里空 手里没有 心 也有空 心要不要空 心要空啊 心要照见 无蕴皆空啊 才能度一切苦恶 然后呢 有 你有福报 有怎么样 也不要高兴 也不要忧愁 也不值得高兴 也不需要忧愁 有 有 有 你可以做好事啊 所以菩萨道里面 菩萨 菩萨 请问 菩萨 菩萨福德 福德多不多 菩萨福德多吧 他 生生世世行 菩萨道 他怎么会没有福德呢 菩萨 菩萨生的地方 一生下来 你像那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一生到他家里边 他家里米缸 全部变满了 仓库里 全部变黄金 连猪都生下 大象了 猪本来生猪的 结果猪一生下来 有只大象 菩萨 菩萨也是这样 菩萨 菩萨 为什么 骑六牙白象 那六牙白象 就是他家 猪生的 不但生大象 还六个牙 菩萨 菩萨 也是一脱胎 家里仓库 都变满 善财 童子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善财 一生下来 所有的容器 都变黄金 满满的 他父亲说 我这个孩子 一生下来 怎么 我家所有容器 都变黄金了 里面 所以一个的 其名叫善财 善财 请问 他们有没有 被黄金卡住 没有啊 没有 所以 佛经历这么说 我师父也常教育我们 说菩萨 那广集资粮 为不失之因 所以别人有 要随喜别人 虽然不要嫉妒 也不用羡慕 但是要随喜 要不要随喜 要随喜 别人往节修来的 急下的阴啊 要随喜 然后自己呢 这辈子也好好修 虽然不是为了求发财 有个好的心态 永远都有比你穷的 对不对 永远都有比你不如的 你说我 我穷到连买鞋子的钱都没有啊 但是还有比你更穷的 天生残疾的说 我有鞋子也没脚穿啊 对不对 你说我连买鞋子的钱都没有 哎呀 我算了吧 我死了算了吧 我连穷到连买鞋子的钱都没有 但是这世界上 还有有鞋子没脚穿的人啊 你至少你还有两只脚啊 你还有两个手啊 五官端正六根巨竹 四大调顺 对不对 请问这是不是财富 哎那两个肾要拿出来卖卖值不少钱 对不对 肝卖也值不少钱 心脏要卖也值不少钱 你能说你没钱吗 这套配备很值钱的 你能说你穷吗 穷不穷 那请问别人要出钱跟你买 你卖不卖 对这就聪明了 学佛的 哎呀 那个中国有个大学生 真笨啊 读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iPhone 4出来了 还有他就很羡慕别人 哎 结果那天他拥有了一只iPhone 4 但是脸色苍白 别人同学就问他 他说你怎么 你怎么了 你怎么脸色这么苍白啊 他说我 我卖掉一个肾 为了要买iPhone 4哦 这中国的 中国发生的 现在你说 现在那些读书 那些书 那些书害人不害人啊 我跟你说 大家要觉醒哦 我们学佛了之后 要对所有过去学习的东西 要重新评价 不要再迷信科学 迷信过我们过去读的那些 有意识的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哪一个国家 他的教育体系 都是有意识编排的 都是有意识给我们洗脑的 不分东方西方 所有现在人类的 教育体系都大有问题 学佛了之后 为什么叫归于佛 归于法归于生 归于佛 不归于天魔外道 归于法 不归于外道点击 请问现在我们读的书 那些 那些教育体系 读的书 是不是天魔外道 经典 点击 都是外道的 不要归于他 要怀疑 重新审视 重新去认识他 你不要说一边我是佛弟子 一边就认为 我要读大学 真正的大学是佛学 学了佛才让你变成人 如果不学佛就是狼 跟你说 所以我们过去的 我这个学佛了多少年 才开始有点觉悟 就从这一点上 我对佛陀 对历代祖师 就会出泪 泪水就会流出来 不要说你出三界 没有佛菩萨来 死定了 哪里三界 什么三界 你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是三界 不要说出三界了 对不对 所以其他宗教 你叫他三界讲得清楚吗 三界他讲都讲不清楚 不要说出三界了 他三界本身就讲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那个智慧 俯视三界的智慧 过去有一个国王 觉得很了不起 我是国王 后来遇到一位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 正德圣国阿罗汉 为他讲法 听越听越有道理 后来一激动 把他弟弟找来 王位给你了 我出家了 跟着这位阿罗汉就出家了 修行精进 后来正果得道 也成阿罗汉果 成阿罗汉果的那天 到师父面前 到师父面前跪下来流泪 我幸亏你来度化我 不是你来度化我 我认为我了不起 我是国王 我自我陶醉 我自我感觉特别好 今天我才知道 我才看我这个地球 说我们佛经理说 看三千大千世界 对不对 如掌中安摩罗果 他说我现在看我居住的这个地球 我看他就属于掌上 阿罗汉果 像我那样子的小国王 这个地球上多的事 我过去觉得 我这个国王了不起 今天看这个国王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们中国也是的 我们昨天 我们在汽车上瞎聊天 还说呢 讲到北京 他们也说呢 连台湾 我们台湾局势都知道 说到了北京 才知道自己官小 对不对 不是我当个县长 我战三为王 这个县上我是老大 这个土霸王似的 对不对 土皇帝似的 你到了北京 你个县长算什么 县长 一个中国两千多个县 你算什么 对不对 两千多个县 开个人大的会议 你只 你就是 你就是五千 五六千人分之一 一个县 一个代表 你一个县长 你就开 然后 满堂都是 都是跟你一样的 你说 而且不是跟你一样的 初出一个来 就比你大 所以不到北京 不知自己官小 你不看地球 不知道自己国家小 是不是 所以大师傅 带我们出去走走也好的 不走走以为 我台湾很大呢 以为 我从台北开到高雄 要四个小时呢 大还是小 我们中国也是的 我以为我中国很大 我一出国一看 地球很大的 弄个太平洋 好几个中国放到里面 都沉底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就一个太平洋 就那么大 这个地球 七分是水 三分才是土 我们生活在哪里 我们游泳的地方很大 请问我们讲堂大还是小 很小的 飞机上就看不到讲堂 坐飞机就一万多米 一万多公尺 就看不到讲堂了 我跟你说 你说汽车 我买奔驰 宾士 宝马 什么车 我坐 我 我真的更大 我坐巴士 巴士飞机上 一万多公尺 看下来巴士也看不到的 巴士看不到的 对不对 飞机上看下来 什么 什么路上跑的 一个看不到 飞机上 光飞机上看下来 还不要什么 哦 这个这个 卫星上 卫星看不到我们的 那更 那更比较说 我们坐在讲堂里的人了 我们人大还是小 是不是很小 如果是讲堂是像尘埃一样 我们是尘中之尘 对不对 请问地球跟宇宙比起来 地球大还是小 整个地球都像一粒尘埃 但是请问诸位 我们的心是大还是小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学佛是因为佛不舍弃我们 来救我们的心 佛告诉你们 什么是佛 你们的心就是佛 学佛就是为了救你的心 我们长这么大 是不是忘掉自己的心了 是不是 就是为了救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大不大 比讲堂大吧 比台湾大吧 比中国大吧 比地球大吧 比太阳系大吧 比银河系大吧 所以你看我们法师名字叫 占星 你看 占星 前面 赞 什么赞 心最赞 这个心最赞 跟心比起来 黄金如粪土 对不对 那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佛教是黄金如粪土 跟心比起来 黄金像不像粪土 但是我们世间上 不学佛的人颠倒不颠倒 看到黄金 命都不要了 是不是 为了点钱 哇 竟然杀自己 杀父母 众生颠倒不颠倒 请问他这么颠倒 他心没有吗 他心没有掉了吗 心有没有 有没有丢掉 心没有丢掉 只是他不觉悟 对不对 所以学佛 修行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是不是 这个觉悟的过程 我们要不要觉悟 要 好 太好了 部长 所以学佛 我们来拜佛 不是佛需要我们拜 是佛说 拜托 拜托 我是救你 你不是让你拜我 是我拜你 你给今天给我磕一个头 我已经给你磕了一万个头了 是不是 有的人 看了地藏经 说 供养父母 蛇一得万报 供养三宝 蛇一得无量报 他高兴坏了 赶快 找到我们 盐水道场 功德乡 放了一百块台币 然后赶快回去买这股票 看涨不涨 买彩票 看重不重大头彩 他结果没中 哎 他说你佛不是不忘语吗 佛不是俗语吗 佛不是实语吗 怎么我放了一百块台币 结果没中抢呢 哎 不用佛来回答 传喜来回答 为什么他放了一百块 因为佛已经给他放了无量块啊 他才有一个善根 来给佛放个一百块啊 是不是的 不要以为我今天来皈依哦 我给佛磕头 佛不知道给你磕过多少头了 是你给佛磕的头多 还是佛给你磕的头多啊 佛求你 求你啊 佛求你啊 求你啊 醒醒吧 醒醒吧 回头吧 回头吧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人会很苦啊 人会很苦啊 地藏经理有没有写 地藏菩萨救我们救了多少次 能计算的过来吗 计算不过来 无量啊 地藏菩萨救我们无量啊 悬出悬入 救上来一次又掉下去了 救上来一次又掉下去了 地藏菩萨救我们简单吗 哎 台湾话说摸肝丹啊 不简单啊 你说地藏菩萨简单的 磕我们两个头 给我们磕两个头 就把我们救上来了吗 比磕头还难呢 要救我们 远远不是说 简单的磕两个头 就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们现在 跟佛磕头还是假的呢 假的 是不是这假的 不是真磕的 我看了很多磕头 磕下去 还在看 然后别人说 头要磕到地 他还舍不得磕 虽然有的头磕到地 心有没有着地啊 心有没有着地啊 心还没有 心还是拎着的 心没有放下 表面给师父磕头 身体在磕 心里面就说 我给你磕头 我年纪比你大 心里还嘀咕 有的是生磕 心不磕 要深磕 身心都磕 那修炼都不容易的 那个功夫要很深的 所以关于磕头一法 文书菩萨就讲到六条 以功高我慢 心磕 有罪 你看功高我慢 心磕还有罪 散乱心磕 有罪 讲掉两个了 六种磕头法 讲掉两个 两个都有罪 后面四种猜 是有功 虔诚心 恭敬心 智慧心 五个讲掉了 最后是什么 叫能理 所理 什么 信 空 记 这样的理 这样的一拜 拜下去 没有一个我在拜 没有一个佛 被我在拜 能理 所理 信 空 记 事则名为 真顶礼 你要没开出这个智慧的 磕了一万个头 磕了半天 一个没磕到 你看 磕头很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的 所以磕头 也是 一不小心 那你看我们世间人磕头 有功还是有罪 我们自己看看好了 请问 我们讲大一点 我们知道 讲 举个例子 去普陀山 请问 我们中国普陀山去过吧 去过没有 没有的 去过的人先讲 去过的 去普陀山的人多不多 多不多 那请问 去普陀山的 那去的 那最后去过之后 有罪的人多 还是有功的人多 你说去普陀山 怎么会啊 有罪的人多呢 请问 普陀山 那个上面 素摘馆多 还是荤菜馆多 观音菩萨面前 是放生的多 还是杀生的多 到那里 进香的多 还是抽烟的多 拜佛的多 还是游客多 那就知道了嘛 是有罪的人多嘛 就是对不对 去普陀山 光讲去普陀山 那还不是说去赌场 那去赌场 一万个人 九千九百九十个 九个人有罪 那去普陀山 有可能一万个人里面 有九千九百个人 有可能有罪 剩下一百个人 可能有一点功 谁会像古人那样子 朝拜 观音菩萨 摘戒身心 摘戒三年才去呢 三步一拜才去呢 有多少 这很少 很少 不要说 摘戒三年去 他有可能住到普陀山 住三天 他都不吃素 你知道去普陀山 冷船上 做什么广告吗 做广告都是很离谱的 叫什么 看海景 吃海鲜 喝普陀山酒 你看 广告词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这个社会上人 去普陀山的 你就不是这个动机 他就引导你 请问 这个话是 是佛 这个广告词 是佛 佛打的呢 还是摩打的 摩打的 请问这种 摩打广告 这个世界多不多 高速公路 是佛打的广告多 还是摩打的广告多 读的教科本里面 是佛说的话多 还是摩说的话多 打开报纸 佛说的话多 还是摩说的话多 打开电视 是佛 佛说的多 还是摩说的多 摩 我跟你说 好不容易来一个生命电视 还排在103台 开 我大拇指都开酸了 开到后来开不动了 什么回事 电池没了 遥控制电 还没按到生命台 你佛法到边地去了 对不对 主流的社会都是什么 主流的社会都被摩占据了 是佛不努力吗 请问是佛不努力吗 佛够努力的了吧 多少个国家都灭亡了 多少个民族都消失了 什么 这个 沧海都变伤田了 但是佛还坚持在人间呢 对不对 三宝还住在世间呢 佛努力不努力 很努力啊 徐云老和尚讲的 这个世界 磨墙法弱 磨墙法弱 佛出来教化众生 不理你 对不对 看不理你 磨出来一胡百应 因为这本身就是这样一个 业力的世界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很可惜的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防疫的路上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养成 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 一起配合食联制 接种疫苗 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 在我们身边 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 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几组人员 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 守护对方 不要让歧视与攻击 消耗了我们的能量 我是唐启阳 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 我们一起团结防疫 并肩同行 失而复得的温暖 地球原本就是各种动植物共同的家 多样的物种耳朵应该 耳朵地生活在共同拥有的地球上 然而 如今人类占据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空间 人类占据的空间越多 留给动植物的空间就越少 人类的出现 又可能不得不面临着许多危险 居住在城江小河边的家 看着原本安静的郊区 静静地寻覆起来 也颇感不安 我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快点出来吧 等你们出来了 我带你们一起去河里游泳抓鱼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怎么一天到晚 都有卡车经过啊 怎么 你还不知道吗 人类要在这里盖房子 这几天好多车都往这里运材料呢 以前我们这里多安静啊 可是这几年随着人类的到来 这里变得超麻烦的 而且到处都是车子 实在很不安全 可不是吧 我有好几个同伴 都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撑鸭死的 唉 我们以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啊 几天后 一只只小鸭子破壳而出 鸭妈妈非常高兴 但是就担心人类会发现自己的小宝贝 于是不管去哪里 它都会带着这群小鸭子 欢迎你 我的小宝贝 妈妈 我的乖宝贝 妈妈 妈妈 好孩子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鸭妈妈 恭喜你了 辛苦了这么多天 你的宝宝终于诞生了 是啊 都扶出来了 真是 太令人当心了 不过以后你可要更辛苦了 最近经常有人类来河边遛狗 如果被那些凶猛的狗发现了 你的孩子可糟了 真是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做加小心的 这一天 家妈妈带着这群小鸭子 换出秘食 他们来到了河路边的草丛里 妈妈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东西 我的肚子也饿了 妈妈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呢 好吧 我带你们去找吃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去找东西吃了 不过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 不准乱跑 知道吗 放心吧 妈妈 我保证听话 我也会听话的 真乖 这里好吃的东西还不少呢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就能到河里抓鱼吃了 抓鱼吃 是啊 而且河里比这里安全多了 这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如果被他们饲养的猫狗发现了 会很危险的 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大狗发现了它们 并朝它们步步逼近 别说话了 有危险 妈妈妈妈我怕 妈妈我好怕 别怕 有妈妈在 你们要听妈妈的话 全都躲进草里 不准动 也不准叫 鸭妈妈急忙让小鸭子们躲在草里 而自己则跑了出去 将那只大狗引开 小鸭子们在草丛里等了许久 也不见妈妈回来 于是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沿着来时的路边寻找着妈妈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看我们还是去找找妈妈吧 对 我们去找妈妈吧 你永远想不到 每天回家的路上 故事都不知 李先生也是如此 他和太太在回家的路上 意外地发现了这一群 寻找妈妈的鸭宝宝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停车了 你看 那是什么 那好像是一群小鸭子啊 这么小的鸭子 怎么会跑到公路上来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嗯 他们应该是要回家吧 他们这么小 他们的妈妈竟然会放心 让他们自己出来啊 是啊 如果遇到了野猫野狗 那可就危险了 不如陪他们一起回家吧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 也好在路上 保护一下这些小家伙 嗯 那好吧 然而 就在李先生和太太 护送小鸭子回家的路上 他们发现了 已经死掉的鸭妈妈 小鸭子们看到后 立刻冲了过去 围着鸭妈妈 发出一阵阵悲伤的叫声 咦 怎么回事 难道 难道那只鸭子是他们的妈妈 天啊 这只可怜的鸭子 看起来好像是被狗给咬断了脖子 嗯 它应该就是这群小鸭子的妈妈吧 这些鸭子那么小 没有了妈妈 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啊 是啊 他们会死掉的 老公 要不我们把他们带回家吧 嗯 就这样 李先生和太太 将那些小鸭子带回了家 小鸭子被带回李先生家后 李太太和女儿决定帮小鸭子们 做一个临时的家 哎呀 好多小鸭子啊 他们好可爱哦 女儿 我们一起帮小鸭子做个家吧 好啊 好啊 给小鸭子们做个家 小鸭子 你们喜欢这个新家吗 新部问题来了 这些小家伙跳得非常高 于是李太太和女儿想出了一个奇怪 但是很有用的点子 咦 这球拍是做什么用啊 爸爸 这些小鸭子太会跳了 为了不让他们跳出来 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 还蛮好用的呢 看来 我们得为这些小鸭子 准备一个永久的家了 是啊 我们就在车库里 帮他们做个舒适的家吧 李先生在车库的一个角落里 用保温灯 纸箱和木板 帮小鸭子们建了一个家 小鸭子们很享受新的生活 他们在吃完饭后 会立刻跳进小盆里泡澡 刚出生没几天 就失去妈妈的小鸭子 是活不了的 还好 他们遇到了李先生一家人 他们用爱 温暖了这些可怜的鸭宝宝 让他们有机会 再次拥有家庭的温暖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